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快 很多人都有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說 想要知道一些擋車的一些基礎的操作 還是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就想說來做一個 一連串的擋車的新手教學系列 那我們今天呢,第一集就是教大家如何起步啦 大家都知道說 擋車跟一般的速克達機車是不一樣的 他們就只需要油門補著就可以走了 不需要按離合器還是礦檔之類的 那擋車的話就不一樣了 如果你的騎法跟速克達一樣的話 是直接油門補著就走呢 那你的車會在原地,完全不會有動作 也會發出拉轉的聲音 來各位看喔 如果我沒有拉離合器,也沒有入檔 現在是空檔 這邊 那是空檔 那我直接拉轉油門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有沒有翻到 就會發出一連串的引擎的拉轉聲音 所以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擋車跟一般的機車是不一樣的 那擋車要怎麼 啟動呢 很簡單 拉著離合器 左邊的離合器拉著 然後 入檔 就是這邊 一般來說都是往下踩會經力檔 那 如果是國際檔的話 如果是台灣比較一些老車,像是野狼啊 還是買150、125之類的 他們用的就是循環檔 那我們這次就以國際檔來講好了 就以我這台 R15 V3來講 那國際檔的話就是這樣 往下踩,就是入檔 然後呢 這時候不是補油門 這時候補油門 也不會動 車子也不會動 要離合器慢慢的放 慢慢的放 然後放到一定程度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車子 慢慢在動了 各位看 我右手其實是 沒有補油門的喔 然後但是車子全部在動了 車子在動了 這叫做離合器的接合點 然後接合之後呢 這時候啊 你就可以慢慢的補油門 然後 車子動起來之後呢 左邊的離合器 就可以放掉了 這樣車子就可以很順利的動起來了 這邊來特寫一下 離合器拉桿這邊的畫面給大家看 起步的時候一定要先拉離合器 然後左腳入檔 這時候慢慢的放開你的離合器 放到一定程度啊 你會發現車子慢慢的在動起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代表說你離合器已經結合了 那結合這個時候呢 起步的話 就只要輕輕的再補一下油門 車子就會慢慢的出去喔 要記得起步出去之後啊 離合器要完全放開喔 但放的速度可以比 結合的時候稍微快一點 然後這時候你可能會想問 那停車的話要怎麼辦 停車的話 很簡單 如果你直接 沒有按任何東西 停車的話 那會怎麼樣 車子會直接熄火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很簡單 我在發動一次給大家看 記得喔 如果有入檔位的話 都要拉離合器 才有辦法 去做 那個發車的動作 不然你看現在 是一檔嘛 但是我沒有按離合器 啊我怎麼按 他都不會理我 所以要拉 離合器 拉下去 發動了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現在動起來的話 我想要停車的話呢 該怎麼辦 這裡就慢慢的 煞車 減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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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拉著離合器 把檔位 踢回去空檔 這樣 就可以完整的停車啦 車子也不會造成熄火 那今天的 檔車小教室 就到這邊 第四拍這個系列 如果有講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可以 給我一些補充之類的 然後這邊的話 場所是一個 封閉道路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煉 檔車的話 建議一開始先選 封閉道路慢慢連 如果一開始去上路的話 說真的熄火是還蠻尷尬的喔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幫我按讚 分享 如果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記得要幫我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更多的影片通知喔 各位我是林快 我們下次影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